位在金山区的五湖里 有一座废弃的金属化工厂 在这个月的10号中午发生了一起火警 消防队员表示当天夜阳高照 在接近中午11点左右 气温超过了35度 接会到民众报案 说在工厂附近的草堆有起火的状况 不过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火势延烧快速 一事是引燃工厂内的一燃雾 导致整个废弃厂区将近100坪都陷入火海 虽然消防队员花了超过一个小时控制火势 但这也让附近的居民感到相当的不安 在里面闷烧 烧起来 但是消防车有来 就没有很大 它是自然烧起来 好像太热了吧 像这样没有人管工厂的气候会害怕 会喔 当然害怕 里面不知道什么东东 我们也不知道 当然会害怕 都会害怕 我们现在常常有闻到那个味道 那种好像毒烟的味道 你知道吗 就当天我们接过节目中心报告 在阳津公路上方是有那个 一事燃烧杂炒火事发生 然后我们到达现场发现那是一座废弃工厂 然后现场是可能是有人在燃烧一些 废弃或者是稻草 延烧到工厂里面 那因为工厂现在是无人管理的状态 所以火事延烧的蛮快速的 据了解这战地超过千坪以上的工厂建筑 是当时在民国六十年所建立的一间金属化工厂 用来制作太粉原料 不过就在九十年就已经荒废停工了 并且已往大陆发展 但是留下的厂房却荒废了十几年之久 工厂里面有什么化学原料都不知道 这也让附近的居民相当的担心 而这起火灾一次是燃烧稻草加上气温炎热 烧到厂区里面所引发的大火 那最近因为降雨量比较少啊 所以在此呼吁那个静万史地区的民众 就是说如果有燃烧稻草或者燃烧废弃物的情况啊 希望在旁边可以准备灭火器或者是一些水桶 防止火事延烧扩散 而实际来到这座工厂的大门 就在阳津公路上 外头还有客运业者立的站牌 可想当时的营运盛况 不过现在就连警卫室也能去楼空 就放任好几公顷的厂房不管 危害居民 索性在这次的火警中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民众也是希望政府能够协助解决问题 不然要是出了意外谁要负责 记者廖品函 许多安逸 金山采访报道